大家好,我是小安,YouTube的黄金三小学,如果您是我的铁粉,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。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,请您介绍的给我一个like。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大多数的女人天性敏感、忧虑、心思缜密,很多事情都是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 工作耐心又细致,对于家庭更是操不完的心,过于疲劳,身体会出现不错的症状。 更年轻的朋友们特别容易失眠,有一点动静就会惊醒,或者是噩梦连连的,睡不好觉。 男女的养生方式其实并不同的,男人靠吃,女人靠睡。 睡眠对女人来说真的是十分的重要,一旦睡不好觉,就会造成气血阴阳失和,脏腑功能失调大。 继而出现了精神不振,头阴,耳凝,记忆力减退。 睡眠呢,会影响大,而情绪也会不稳定。 如果是内分泌失调,容易出现,早衰,免疫力低,容易生病。 所以上了年轻的女人呢,一定要好好地保养身体,吃一些一匹安神,健脑美容的食品。 无论是药补还是食补,都要受到的进行一些保健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的适合,女性朋友们喝的食疗滋补方,可以帮助我们镇静安眠,清神醒脑,令尿消肿,对于失眠有很好的调理效果。 我们先准备黄花菜,大约干的黄花菜20克就可以了,放入碗中,加入深的温水,浸泡一会儿,把黄花菜泡开。 黄花菜是很多家庭菜座上的必备常客,经常用来做牛肉面,打卤面,炖汤,炒菜。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,黄花菜作为四大蔬菜之一,药物价值特别的高大,是药食通源的食材。 黄花菜有很好的解育安神的功效。 那是因为黄花菜含有维生素B1,能够营养神经,促进神经的稳定,蜂蜜五腔色胺酸,可以缓解抑郁。 黄花菜还能够明目扬眼,因为黄花菜中的胡萝卜素含量极其的丰富,在蔬菜当中名列千毛的维生素A,营养比较丰富。 经常吃黄花菜,对于皮肤眼睛很有利大,能够滋润皮肤,增加皮肤的弹性,保护视力,还能够预防脂肠癌。 黄花菜富含膳食纤维,膳食纤维可以加快糖的蠕动,促进毒素排出体外,能够减少肠胃对于害物质的吸收利用。 黄花菜当中有一些成分,比方说天门冻氨酸,有助于抑制人体内的癌细胞,可以预防结肠癌的发生。 再准备黄芡,我们把黄芡洗干净。黄芡是一味中药菜,大家并不陌生吧? 它可以做中药,也可以做我们平常的食品。 黄芡可以抢心,降压,抗心率市场。 黄芡抛水,适用于心脏病,心脚痛,心力衰竭,冠心病,高血压的人群,而且黄芡还能够增强心肌收缩力,治疗胃炎。 实验表明了,经常喝黄芡水,不但可以强壮身体,还可以加强心脏收缩力,有效的预防心力衰竭等情况。 如果存在了危险,其实可以多喝一些黄芡水,可以减轻病症。 再者呢,喝黄芡水还能够增强体质,提高免疫力的。 假如身体出现了气血虚导致的汗多,体虚导致的乏力,肺虚导致的咳嗽,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些黄芡泡水。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啊,特别是感冒的时候高发期,喝黄芡泡水,它能够预防感冒,增强抵抗能力,增加免疫力的。 再准备几颗桂圆,桂圆可以安神定制的效果,桂圆是我们一场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甘果,桂圆又被称之为是龙眼。 而龙眼呢,是湿大,味来口感甜甜的,汁水比较多,像吃果冻一样,特别的美味。 而桂圆呢,是龙眼晒干之后的果实,是桂圆可以帮助我们安定心神,改善心血循环。 桂圆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,微量元素,丰富的葡萄糖,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,可以治疗脑力紧退,拥有抗衰老,抗癌的效果。 桂圆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,可以提高抗氧化酶的作用,具有抑制肿瘤细胞上的效果,能够起到炎花烧脑的作用呢。 情绪如果是,失眠,健忘,心气,疲惫的,都可以多吃一些桂圆,桂圆对身心都有比较好的调理效果。 我们再准备几颗红枣,抓洗干净。 洗红枣的时候,加入一勺面粉洗,因为红枣过后里面有很多的灰尘不好洗的,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,可以把红枣过后里面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。 红枣是我们一场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保健品,既能够入药,也可以食用,幼儿童眼的食材。 红枣可以补血安神。 如果女性遭遇不安的,心神不宁的,都可以吃红枣,能够还好的养血安神,树干绝育,达到特别好的缓解效果。 红枣是我们剧疗贫血的最佳食料方法,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铁元素,对女性清血过多,引起的贫血,或者是产后贫血,都有很好的补阴效果。 我们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,倒入养生壶中,中小火慢煮30分钟。 小火慢煮,更能把食材煮出香味,煮出作用的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会成为您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温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,也可以加入糖,也可以不放,跟自己的口味来订就可以了。 让做好的茶水,我们可以饭后喝,特别是睡觉之前喝上一碗,具有很好的安定生日的效果。 尤其是经常失眠的,健忘的,多梦的,心慌的,心情烦躁的,可以多喝这道茶水,能够帮助我们安省定制。 对于失眠的调理效果特别的好。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的,做法简单,效果立竿兼颖的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点开我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,给大家更新的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